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孩子 别人都是从人生的起点走到终点 而他偏偏选择从终点走到起点 男孩生下来就是个老头模样 母亲为了他难缠而死 父亲看到的第一眼就把他当成了怪胎 本想将他丢入盒中 却不料途中被城管发现 情急之下父亲将他放在养老院门口 只留下了13块钱和一块脏兮兮的尿布 幸运的是养老院的护工将男孩捡了回去 但他丑陋的模样还是吓坏了在场所有的人 谁都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医生检查发现他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导致几乎失明 全身骨骼患有肋风湿性关节炎 皮肤没有丝毫的弹性导致手脚异常僵硬 与其说他是个刚出生的孩子 不如说他更像一个即将走进坟墓的残传老人 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应该放弃治疗 可奎妮却心生怜悯 认为这一定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 并给男孩起名为本杰明 由于没有带娃经验 养老院的阿姨主动上前帮忙照顾 可当他看到本杰明的那一刻却愣住 好在医生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他就像一个真正的老年人一样 在养老院度过了五年的平静时光 虽然他的外表和其他的老人一样 无法自己洗澡吃饭 但五岁的本杰明内心深处依旧像的小孩子一样 他会拿着扩音器聆听叉子掉落的声音 也会快速地推着轮椅在走廊里标读轮车 他渴望能有同龄的玩伴 有好几次他都差点推着轮椅走下楼梯 但每次都会被母亲拉回安全的地方 尽管在世人眼里他如同怪胎一般 而在母亲看来 他就像是一个被困在腐朽外壳中的天使 本杰明每天都会感到身体在不断地变化 母亲告诉他 本杰明并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幼儿园 大多数的知识都是从养父那里学来的 还有就是在其他老人那里学到的各种人生经验 七岁那年 母亲推他来到附近教堂 希望万能的神父能帮他实现两个愿望 神父表示这简直就是小事一桩 于是他把右手放在奎妮的肚子上念起了咒语 现场的教徒们更是对神父的做法深信不疑 接下来轮到七岁的本杰明 母亲希望万能的神父是法能让他站起来 只见神父再次念起了咒语 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他加油鼓励 然而奇迹真的出现了 本杰明将那哭搞的双腿摆正 他用尽全身力气 居然真的站了起来 在一旁众人的欢呼鼓舞下 本杰明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虽然他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还是站了起来 大家都认为这一定是上帝的恩赐 但是上帝赐予你奇迹的同时 也会收走那些走看似能够逆天改命的虔诚信徒 养老院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过生日 母亲会准备一个大大的蛋糕 来庆祝为数不多的美好 同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死亡 那时的养老院会出奇的安静 葬礼上很少会出现逝者的家属 基本上都是养老院的那些朋友 本杰明认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因为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抛开生活中各种的矛盾 每天只关心天气和洗澡水的温度 还有每天傍晚的夕阳 所有人的生活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 直到有一天 养老院里来了一位满嘴跑火车的小矮人 他的名字叫OT 是一位出色的旅行家 由于他阅历丰富并且说话风趣幽默 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他聊天 最重要的是OT先生和本杰明一样有着先天不足 只有他没把本杰明当做老人 更没有把他当做小孩 两人刚刚认识 他就偷偷带着本杰明跑出养老院去买汽水 这也是本杰明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养老院 更是人生中第一次乘坐公交车 OT会给他讲曾经的冒险故事 由于他身材矮小又是个黑人 曾经被人抓进了动物园 每天来看他的人比看猴子的都多 两个长相奇怪的男人再加上精彩的故事 引来了车上小朋友们的好奇眼光 虽然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 但这却让本杰明对养老院以外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本杰明非常好奇OT每次前去冒险 为什么都是一个人 那一瞬间本杰明仿佛找到了最懂自己的人 而他下一秒竟然要和比自己高出半个身子的女人前去约会 这一幕也让本杰明震惊不已 此时的他终于明白原来有趣的灵魂要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 但学习总是需要交学费的 结果就是他错过了回家的最后一班公交车 本杰明只好独自一人一蹶一拐地走回家 半夜回到家的他让妈妈担心到了极点 虽然受到了妈妈的责怪 但这也是本杰明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时间很快来到了感恩节 这注定是能改变他命运的一天 吃饭的时候妈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他的祷告得到了上帝的回忆 多年来的努力终于让他怀上了自己的宝宝 在场所有的人都为他而感到高兴 唯独本杰明却突然失落到了极点 他生怕这个世界上唯一爱他的人会离自己而去 很明显母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很快他就打消了这样的疑虑 这天一个来养老院看望奶奶的小女孩突然走进了本杰明的世界 他从来没有过如此心动的感觉 女孩的眼睛就像蓝宝石一般美丽 他不会嫌弃本杰明长相哭似小老头 也非常喜欢和本杰明一起玩耍 而他就是能改变本杰明一生的女孩子戴希 晚上奶奶会给戴希讲童话故事 本杰明也会在一旁倾听 他并不是喜欢奶奶的童话故事 而是喜欢看着听故事的戴希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们二人会悄悄地躲在桌子下面分享彼此的小秘密 戴希对她的话深信不疑 他甚至对眼前的小老头充满好奇 戴希伸出小手摸向本杰明的脸 结果这一幕刚好被戴希的奶奶发现 她大声呵斥着让孙女回房睡觉 并警告以后不能和本杰明一起玩耍 奶奶认为本杰明一定是个拥有恋童体的变态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一个年仅12岁男孩的自尊心 她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此时唯一能理解的也只有她的母亲 尽管如此 她仍然忘不掉戴希那双美丽的蓝眼睛 后来妈妈生了个小女儿 此时的本杰明非常清楚自己的爱被人分走 更令她难过的是那个最懂她的小矮人 OT先生也前来向她道别 因为她要继续自己的人生冒险 她答应会给本杰明寄明信片 本杰明站在窗台看着OT离开时的背影目送了很久 这也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和朋友离别的滋味 然而生活会在你伤心的时候也会给你一些小惊喜 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肌肉和毛发的快速生长 让本杰明感受到了身体在越来越强壮 现在的她已经不需要再借助拐杖行走 这天本杰明来到码头看海 刚好遇到一艘船正在招募水手 工作一天可以得到两美元的报酬 纵使一旁的路人说这个船长从来都不给钱 但本杰明还是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 因为她上船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能看一看这个世界 就这样 她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她也很喜欢在船上航行的感觉 本杰明几乎包揽了船上所有的杂货 她认为这才是作为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样子 因为她勤恳地工作 迈克船长不仅给她发了工钱 还和她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但让船长最好奇的是 眼前这个如同老头一样的本杰明 为什么每天都活力无限 船长不禁问起了 他上次和女人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而他却回答从来都没有过 船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天晚上就带着本杰明前去酒吧 并且告诉了本杰明 自己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艺术家 可惜从七岁的时候就被父亲拉到海上去跑船 船长坚信只要有梦想 只要你想做那就大胆地去做 不要考虑到别人一样的眼光 因为你的经历只属于你自己 这一晚 本杰明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与激情 这也让他明白了赚钱的重要性 原来有了钱真的可以得到一切 回家的路上 他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两人明明素未谋面 他不仅主动邀请本杰明搭上顺风车 还希望能赏个脸一起去酒馆喝两杯 这是本杰明第一次喝酒 也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 眼前的男人名叫巴顿 是一家纽扣公司的大老板 他好像对本杰明的身世非常了解 并且还讲了许多关于妻子难产去世的消息 本杰明只是感到和眼前的男人 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但他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 眼前的富豪竟然是当年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 夜晚巴顿将喝多的本杰明 安全地送到了养老院 临别时他对本杰明说 随着本杰明一天天长大 身体也越来越年轻 他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周末 戴希会来养老院看望奶奶 这时的本杰明会半夜 偷偷地邀请戴希和自己一起出海 当戴希第一次看到邮轮的时候 他会非常激动 戴希希望能待在船上和他们一起去远方旅行 随着时间的流逝 本杰明的头发越长越多 经常帮他剪发的老奶奶也感到不可思议 我还没说过 我还没有长得更年轻 我还没有长得更年轻 我还想给你抱歉 你得知所有人你爱的死 你得知所有人你爱的死 那是厉害的责任 我从来没有想到 生命或死的那样 起初本杰明并没有深刻理解分别的含义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老奶奶悄然去世 这也是他第一次明白了失去所爱的痛 在本杰明年满18岁的时候 他收拾好行李 决定离开养老院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他和养老院的朋友一一道别 他知道这次离别也许还能再见 也许再也不见 面对着和他依依不舍的待息 本杰明答应一定会给他寄明信片 就是这一个承诺 让他坚持了一辈子 无论他走到哪里 都会将感受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他最爱的那个女孩戴希 这些年来本杰明随着船长四处漂流 而戴希则去纽约寻找着自己的芭蕾梦 船长总是莫名其妙地感觉本杰明在一天天地长大 从刚开始像一个木桩大小 直到现在比自己还要高上半头 他们住在大西洋边上的一个旅馆里 本杰明也是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不爱穿鞋子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 她的丈夫是一名英国间谍 由于丈夫经常出席各种任务 总是将伊丽莎白独自留在旅馆之中 两颗孤独的灵魂在寒冷的深夜中相互吸引 他们彼此好像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每个晚上他们都能一直聊到天亮 然后回到各自的房间继续自己的生活 慢慢的 伊丽莎白在这个小老头身上感受到了非比寻常 这个优雅并且美丽的女人 逐渐地爱上了这个看起来将近70的老人 伊丽莎白邀请本杰明一起共进晚餐 他们一起吃着鱼子酱配着福特加 伊丽莎白说出了她保守多年的秘密 原来她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游泳健将 她的梦想就是能够穿越英吉利海峡 可当她距离终点仅剩一公里的地方时 面对着湍急的水流和狂风暴雨 她却再也没有勇气游到终点 在场所有人都问她要不要再试一次 她当时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 但事后却再也没有勇气去尝试过 情到深处伊丽莎白主动吻了本杰明 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被女人亲吻 本杰明永远都忘不了这种感觉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经常在半夜一起喝酒 一起漫步 他们当彼此为午夜情侣 这也是本杰明第一次拥有了爱情 此后他们每天晚上都会见面 每次都在同一间屋子 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夜晚 伊丽莎白并没有如约而至 她找遍了整个旅馆都没有找到她的身影 本杰明坐在沙发上等了一整晚 直到回去时她发现了一张明信片 迈克船长的打捞船被海军征用 虽然大家都不情愿 但也稀里糊涂地成为了 打倒日本鬼子的一份子 虽然他们的任务 只是负责打捞破损的船只 整艘货船只配备了一个放哨的士兵 可突然有一天晚上 船长遥想了警机号警 他们前方出现一艘被敌人鱼雷炸毁的船只 作为第一艘到达现场的搜救船 船长发现了海里的与众不同 只见一艘潜艇浮出水面 与其等待被敌方击沉 不如主动出击 船长一声令下 货船开足最大马力朝着潜艇快速冲去 在对方强大火力的输出下 他们的货船毫无招架之力 面对着船员重弹倒地 船体几乎完全破损的情况下 船长不顾一切地朝着潜艇直冲而去 不幸的是船长也重弹倒地 好在货船撞上潜艇将其撞碎 本杰明立刻冲进驾驶室 发现此时的船长已经满身弹动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只是感慨着命运的无奈 这天晚上 一共有1328人去世 而本杰明也成了这场战斗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1945年5月 26岁的本杰明回到了养老院 此时的妈妈已经老了很多 妹妹也长大成人 可惜的是今后再也见不到她的养父 这么多年母亲一直都在祈祷儿子能够平安归来 如今再次相见 她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小老头 家里还是那最熟悉的感觉 这一切看起来就像多年前的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她最爱的那个女孩子戴希 这天她刚好从纽约回来 多年不见的她已经认不出此时的本杰明 而戴希也变成了一位亭亭欲力的美丽少女 她认为这一定是上天赐予的缘分能让两人再次相遇 他们一起共度晚餐 一起谈天说地 他们两个仿佛又回到了小的时候 好像一切都变了 大好像一切都没变 这天夜晚 戴希为本杰明跳起了她引以为傲的舞蹈 那优美的舞姿让本杰明看得格外陶醉 就在气氛正浓之时 戴希情不自禁地吻向本杰明 她提出了今晚想和本杰明一起共度凉宵 却被本杰明给拒绝 虽然她真的非常喜欢戴希 但她却认为两人进展得实在太快 快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无奈的戴希只能尴尬地离开 怪就怪在他们二人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彼此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她身边的人都在逐渐变老甚至死去 只有本杰明越来越年轻 她的头发越来越黑 嗅觉和听觉也越来越灵敏 走路也比以前更快了许多 这天晚上 巴顿先生突然前来拜访 多年不见 她不仅老了许多 右腿也组上了拐杖 巴顿告诉本杰明 这些年来她已经把家族企业做到了全国五百强 然而医生却告诉她已经命不久矣 她没有朋友没有亲人 只希望本杰明能够多陪陪自己 说着她将本杰明带到了自己的纽扣工厂 从最初的小裁缝铺子发展到了如今上百人的规模 现在她希望能将这座工厂全部交给本杰明 当初巴顿误以为是她这个怪物害死了妻子 所以才狠心将她抛弃 这些年来巴顿对于当初犯下的错一直耿耿于怀 因此她经常在养老院附近偷偷观察着本杰明的一切 无论她七岁的圣诞节 还是十二岁的酒吧 甚至经常偷偷地给养老院捐钱 就是为了能让本杰明生活过得能好一些 如今即将离开人世的巴顿 希望能将祖传的家产传给她的儿子本杰明 然而本杰明却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父亲 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当妈妈知道情况后 她更是对巴顿先生当年不负责任地表现一顿抱怨 但此时的本杰明却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后来她看着一旁的老人终于想通了 虽然作为父亲的巴顿当初抛弃了她 但现在她只是一个可怜的孤寡老人 尽管本杰明对这个父亲并没有任何亲情可言 可她终究是一个迷途之凡的可怜老头 本杰明终究是来到了父亲面前 此时的她已经病入膏肓 本杰明带着父亲来到海边看日出 她并没有在父亲人生的最后一刻和她畅聊父子情 而是默默地坐在她的身后 陪她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 本杰明突然想到了迈克船长曾经说过的话 当你不顺心的时候 你可以像一条疯狗一样发狂 也可以破口大骂诅咒命运 但到头来你还是得选择放手 父亲去世后 本杰明为她举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 养育了她三十多年的母亲也前来教堂吊宴 本杰明继承了父亲的遗产 现在的她变得年轻帅气又有钱 本杰明认为现在是时候去纽约 找一下暗恋多年的女神戴希了 她手捧鲜花坐在大剧院 看着舞台上的戴希自信而迷人 本杰明本想给她一个惊喜 但当戴希突然看到久违的本杰明时 她并没有开心 而是对本杰明的突然造访感到意外 戴希并不想和本杰明一起单独吃饭 而是带她来到了年轻人的午夜俱乐部 戴希好像是这里的常客 俱乐部的成员和她是那样的亲密 这让一向保守的本杰明感到无所适从 舞会还没有结束 本杰明就想匆匆离开 戴希嘴上想挽留本杰明 但身体却很诚实地转身和朋友前去参加下一场派对 也许此刻的二人都太年轻 他们又一次错误地相遇在了20岁 后来的五年里 戴希越来越出名 他的舞蹈生涯也到达了巅峰 虽然身边的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 但他始终都没能忘记本杰明 继承家产后的本杰明此时已经成亿万富翁 他每天都会骑着一台老实哈雷摩托穿越森林公路 然后前往母亲的养老院里帮忙 这天他突然收到一封信件 说是戴希出了车祸 本杰明第一时间飞向巴黎 此时的他已经变成了成熟大叔的模样 那帅气的面庞让戴希感到不可思议 但这场意外让正直事业巅峰的戴希又腿骨折 医生断定最多能恢复正常行走能力 但却无法继续他的舞蹈职业生涯 这让病床上的戴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不愿意让如今堪称完美的本杰明 看到自己这副狼狈的模样 即便本杰明表示可以照顾戴希的后半生 但他依旧说了很多伤人的话 然而戴希不知道的是 本杰明并没有立即离开巴黎 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暗中照顾戴希 直到确认他身体毫无大碍 后来的本杰明学会了驾驶父亲留在湖边别墅的帆船 体验着年轻人的快乐时光 他偶尔也会和几个交往的女生共度良宵 但这一切都只是本杰明生命中的一瞬间 那个唯一让他念念不忘的也只有戴希 直到1962年的春天 戴希回来 这次的他是专门回来找本杰明的 也许这个时间刚刚好 本杰明不会太老 而戴希也不会太小 这时的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阻碍 他们不问彼此的过往 只会想着共同的未来 他们坐着帆船一起出游 在沙滩上一起晒日光雨 在湖泊里一起游泳 他们坐在山间看着日落 在饭店里经历着暴风雨 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但很可惜 生命没有永恒 等他们再次回到养老院时 母亲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 他这辈子帮助了太多的人 在场的朋友无不为他的失去而感到伤心 他虽然不是本杰明的亲生母亲 但他却是真心爱本杰明的那个母亲 他永远怀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作为儿子的本杰明将母亲安葬在了养父身旁 为了过上属于他们二人的生活 他卖掉了巴顿先生的豪宅 换了一套二连式的小公寓 他们没有买任何家具 早上起来就在客厅里野餐 想什么时间起床就什么时间起床 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 只要愿意两人就能通宵不睡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去担心以后和将来 也不去遵守任何循规蹈矩的生活 但是看起来近乎完美的生活 也无法抵御岁月留在身体上的创伤 当戴希看到年轻人的无忧无虑 他的内心也会出现些许不甘 戴希的人生正在逐渐走向夕阳 而身旁的本杰明却是走向朝阳 后来本杰明为他开设了舞蹈班 在叫孩子们跳舞的同时 戴希仿佛又找回了年轻时的自信 他偶尔会对着镜子翩翩起舞 但那条受伤的右腿总会把他拉回现实 这年的本杰明49岁 戴希43岁 他告诉本杰明自己已经怀有身孕 可本杰明知道后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害怕孩子会像他出生时的那样 更何况孩子会越长越大 而自己却会越变越小 他不知道当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 自己应该如何当一个父亲 这对于孩子来说很不公平 对于戴希来说也会成为累赘 更何况孩子需要的是父亲 而不是一个玩伴 但戴希认为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此时的本杰明的内心非常清楚 虽然爱一个人能为他付出所有 而他也愿意为戴希和孩子付出所有 这天晚上 本杰明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 68岁的伊丽莎白成功游过英吉利海峡 他真的完成了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这也让本杰明真心的为他感到高兴 伊丽莎白终于在有生之年 跨过了内心的那道坎 后来他的孩子出生了 幸运的是母女平安 孩子像正常人一样 这也让本杰明心中的那块巨石得以落地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本杰明也越来越年轻 他经常在夜里看着母女发呆 他也经常对戴希重复着那句话 在女儿生日这天 本杰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卖掉了父亲的别墅还有工厂 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母子二人 只为让他们能找一个更好的男人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这天晚上本杰明独自离开了这个家 唯一带走的就只有这身衣服和一辆破旧的摩托车 这些年来他走遍了全世界 去做任何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去做任何他想成为的那个人 他做过大楼的保洁员 也做过门岛的物业员 他曾经露宿街头 也站在破旧的屋檐下刷着牙 他希望能在剩余的人生中活出最精彩的自己 多年后的某一天 戴希刚刚下课准备下班 只见门口来了一位年轻人 本杰明也不想来打搅他们的生活 但他还是忍不住的想来看一眼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成人 戴希也找到了一个合格的丈夫 本杰明会由衷的为他们母女感到高兴 他们并没有过多的寒暄 本杰明只是看着那幸福的一家三口驾车离开 这天晚上的戴希还是敲响了本杰明的大门 他们现在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妇人 一个是英俊潇洒的少年 又过了不知多少年 戴希的丈夫去世后 他接到了一通养老院的电话 说是一个无人认领的男孩 在养老院一直等着戴希 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 唯一的线索只有他手中的那个笔记本 里面记得满满的都是戴希的名字 再次见到本杰明的时候 他已经是个长满青春痘的少年 患有老年痴呆的他只记得自己的名字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 戴希都会去养老院看望本杰明 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小 孩子的脾气也越来越大 养老院的这些老人们根本管不住他 他总说自己好像活了很久很久 但却忘记了以前的很多事情 有时他会爬到屋顶 吵着闹着要摘天上的星星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本杰明 在他五岁那年 戴希搬进了养老院 每时每刻地照顾着这个一辈子深爱的人 每天晚上都会给他讲童话故事 每天哄他睡觉 直到本杰明变得不再会说话 不再会走路 直到他变成了婴儿的样子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好像认出了眼前 这个爱了一辈子的女人戴希 他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本杰明逆向的人生 注定了他会孤独一生 他从老年走向青年再到少年 无时无刻经历着各种离别 幸运的是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地点遇到了恰当的人 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陪伴着自己心爱的人一起终往 但他却用另一种方式 将自己的爱表达得淋漓尽致 虽然我们终将失去所爱之人 但希望每个人都能有 重头再来的勇气